结婚前一个月 男朋友把他的房卖了 还说 房子现在不保值了 钱在手上才是真的 反正我们也是一家人了 你那里不是还有一套吗 够住了 后来我告诉他 我的房也卖了 他去质问我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你把房卖了 以后我们结婚住哪 男朋友发了消息 宝贝 我把房卖了 我皱了皱眉 有些不解 毕竟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而且在此之前 卖房这个问题 没有任何征兆 于是我询问 为什么 男友发来大段解释 总结下来就是 钱生钱 再说了 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一个城市 两套房子 多浪费呀 看到他的话 我顿了顿 多问了一句 你房子卖了 结婚后 我们住哪里呢 男友发了个咧嘴笑的表情 宝贝 你不是还有一套吗 我们结婚后住你那儿就行了 我感觉有点不舒服 关了对话框 静静思索 我和男友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恋爱前就交了底 在这座城市 我们彼此各有全款车房 父母都在外省 未来我们都会在这个城市发展 本想这个方面都相当 是最适合的对象 恋爱一年来 感情也稳定 于是顺利的订婚 并且即将在一个月后结婚 没想到男朋友会在结婚前一个月 没有任何商量 没有任何预兆的 把他的房子卖了 我觉得应该要理解他 毕竟那是他自己的房子 但是又总感觉隐隐不得进 觉得内心接受不了 于是我给之前一个 不太熟的律师朋友发了消息 一通介绍后 朋友第一句问我 你确定他真的有房子吗 我肯定的点头 我看到过房本的 朋友第二句话说 那你看到过 盖章登记了他姓名的产权证 看样子是真的了 我正要点头 却突然一惊 我其实是没看到过他的产权证的 男友给我发过他的产权证 但是只拍到外面的壳子 并没有拍里面的内容 见我不说话 朋友又说 他平时投资怎么样 我皱了皱眉 眉怎么听说他玩投资呢 朋友又问 平时赌博吗 或者有外债吗 我摇了摇头 没听说过 朋友顿了顿 终于发来了一句 没听说过 不确定 你们都要结婚啊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我抿了抿嘴 因为羞于谈论金钱 所以除了第一次见面时 介绍各自的情况 再也没有谈论这些情况 见我答不出来 朋友叹了口气 说了句 其他不说 结婚主动要求去女方家住 确实不太常见 最后提醒了一句 平时我们看的有点多 也不是故意乱揣测 多的也不好说 你自己可以多观察观察 我觉得朋友说的对 毕竟我之前也从来没听过谁这样 于是我翻遍各个社交平台 最后在知乎狗了一页 终于还是忍不住 决定试探一下他 我特意平静了两天 然后给男友发去消息 宝贝 我想了想 觉得你说的对 现在的房子确实不保值 男友立即回复 是的是的 宝贝还是你懂我 这两天你都不理我了 我还以为你生气了 然后发了个亲吻的表情包 瞧瞧 你真的是全天下最好的老婆 都说我误会你了 握着手机的手顿了顿 我再度发去消息 不过 结婚的话 我们得租房了 男友发了一个疑惑的表情 然后说 租房也没关系 你那套两室的房子 确实稍微小了点 以后有了小孩 是不太方便 瞧瞧 你是不是想把你那套房子出租 然后用租金来抵房租啊 我发现 当我从情感中脱离出来的时候 人就变得格外清醒 对利益的得失 也会变得尤其敏锐 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个独立女性 完全不恋爱呢 所以我吃自己的 用自己的 收个礼物 还崇尚回个至少同等价值的 可这一刻 我却觉得自己傻极了 我的租金用来抵房租 我都不知道 这个话他是怎么说出口的 结婚 我是不想继续了 但我倒要看谈他到底 还有什么样的状态 是我不知道的 于是我调整好心情 用轻松的语气回复消息 没有啦 你不是说 现在房子不断贬值了吗 我考虑了这两天 也看了看房市 很认同你的观点 所以我也把房子卖了 没想到话才刚发出去 男朋友的电话 就直接打了过来 一接通 对方语气急急忙忙 还带着一股难以置信 林乔 你把房卖了 嗯 是啊 我压着情绪 平静地回答 这么大的是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男友直接炸了 话里话外透着指责 而且 你把房卖了 房没了 房租也没了 以后我们结婚住哪 对面传来几声急促的深呼吸 才压下情绪继续说 别闹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赶紧取消交易 说实话 听到他的话 我气笑了 我想过他的做法 可能是想通过某种方式算计我 或者往好了想 他是真的觉得房子不保值了 想要把钱握在手中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 他能够把这么无耻的话 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我装傻 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疑惑地 继续用他的理由回答 怎么了 手上有钱 咱租房就行了呀 说不定 我们钱生钱 能赚到更多钱呢 哪有不耐烦的声音响起 你会投资吗 大概意识到自己情绪不对 他倾渴两声 再度开口 宝贝 我是想说 咱俩在这打拼 后半生也在这定居了 我们总得有个家呀 说着 语调越来越温柔 再说了 以后我们孩子读书 也是需要用房子来落户的呀 门中只交易就成了呀 男友的话咱一听没什么毛病 市区 学区房 真是好 但 他似乎忘记了 他的房就在我的邻近小区 市区 学位房的优势 我有的他半点不少 而且 因为辖区划分的原因 他所在的小区 是更加上好的学区房 因为孩子可以就读的学校 名气更大 他的话 自相矛盾了 我突然间感觉有些疲惫 草草应付几句后 男友在电话挂断前再次强调 宝贝 要上点心啊 快些处理好 我企图探寻一下真相 所以去找了当初介绍的朋友吃饭 宴席间好友提到 林巧 恭喜你和袁绍啊 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顿了顿 笑着说 是啊 那么凑巧 你就介绍了我俩认识 又那么凑巧 我们就要结婚了 好友一听 神神秘秘地笑了起来 露出一种 我有秘密你快问的表情 见我只是继续招呼着他吃东西 没法问 过了会儿 他终于忍不住得意开口 告诉你一个消息 袁绍那小子 其实早就一颗男子方心暗许看上你了 求着我给他介绍的 我心头一动 按住心头急促跳动的情绪 挑了挑眉 像是勉强配合着他表演式的露出一个微笑 硬喝着 是吗 见我这表情 好友将手中的筷子一放 然后盯着我说道 嘿 林巧 你可别不信啊 本来吧 我原本也是答应了袁绍不告诉你的 但是吧 我觉得那小子就是闷 不会表现 明明早就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 偏要在你面前 装出一副相敬如宾的样子 这时 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几次感兴趣的表情 喝了口清水 轻声反问 哦 是吗 好友一拍桌 兴奋起来 那可不是 当初啊 他在我朋友圈看到你的照片 飞缠着我 偷偷看了你的朋友圈 当时我也以为 这小子就是一时兴起而已 嘿 你猜怎么着 我没回答 只笑着看着他 他也不用我回答 静止说道 没想到又过了三个月 这小子就偷偷买了房和车 然后找到我 求我介绍你们认识 我当时还特别惊讶 问他怎么突然要介绍了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他说 林乔怎么优秀的女孩 我要是不努力一点 怕是一点希望也没有 说完 好友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然后继续说 所以吧 这小子真是个闷声干大事的 他对你是真爱啊 所以 对于第一次见面 袁绍从一开始就是谋划好的 我脸上笑得开心 带着略微吃惊的表情表示 真没想到啊 袁绍平时的反应 我还以为他是觉得年龄到了 各方面两个人也合适 才和我在一起的呢 听到我的话 好友不太赞同 林乔啊 你可不信这么误会袁绍啊 我就说那小子 做了也不说 别人哪能知道他的付出的 我看哪 我今天说出来才是对的 要不然 你还不知道误会他到什么时候 说完 好友就再次祝我们长长久久 幸福美满 我笑着和他干杯 脸住神色 然后偷偷将杯中的水倒了些 心中默念 到了碰杯酒 接收祝福随他走 第二个地方 我去了男友房子在的小区 这个楼盘就是一个普通小区 为了增加房子数量 小区的其他配套设施 如律化 休闲娱乐场所都很简陋 其实 我总共只到了这里几次 因为自己有房 习惯了独居生活 加上我爸妈一直强调 结婚前让我们保持点距离 所以我也不太过来他家 很偶尔的到他家来坐坐 也不太会在他家楼下闲逛 毕竟真的很没有逛头 相比而言 男友很喜欢去我家找我 经常一待就是一天 快休息了 才依依不舍地回来 抬眼一看 八栋906 不知不觉间 我就坐着电梯 到了袁绍的家门口 摇了摇头 恢复清醒 我正要坐电梯下楼时 房门咔嚓一声 开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姑娘 一副家居打扮的样子 急着拖鞋 提着垃圾走了出来 见到我 还热情地打招呼 你好 你是旁边的邻居吗 我想我的表情并不太好看 因为这个从袁绍家里 走出来的女孩子 我并不认识 任谁发现自己被戴了绿帽 都笑不出来 可我还是强迫自己 扯出一抹笑 答非所问 我之前好像没有见过你 小姑娘像是没看出我的不自在 依旧热情地回答 是啊 我才搬来的 以后多多关照 才搬来 哦 对了 男友说她的房子卖出去了 原来这么快就交易成功了的吗 轻轻呼出一口气 我和女孩子敷衍了一下 就赶紧走出了电梯 小区的公告栏 贴着各种房屋出售的消息 曾经我对这些不需要的垃圾信息 一律都是忽视 压根都不多瞧眼 可现在 我在这繁多的图文小广告里 细细搜索 试图发现点什么 终于 我发现 一条房屋出售的消息里 贴出的图片 就是男友房屋的图片 但小广告里面的联系人称呼 是赵先生 电话也与男友的电话不同 握着手机两久 终于我还是拨出了这个号码 喂 你好 电话那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 你好 赵先生 我看到你在锦绣小区有一套房出售 房间还挺好看的样子 可以现场看他房吗 对方略带抱歉地表示 不好意思 房子这两天刚刚卖出去 你是看到小广告了吧 我还没来得及去撕那个小广告 真是抱歉 在和对方客套两句后 我再次问道 对了 刚刚 我好像听到小区里有人说 8栋906也要卖房 但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消息 你们同事业主有看到什么联系方式之类的吗 男人哈哈笑了两声 就是我家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打扰您了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一路回家 一边试图将事情捋顺 这两天 我并没有怎么和男友联系 平时两人也不是那种联系特别紧密的 每天闲聊几句 大家都懂对方忙 也没有那么多热热烈烈的情绪 所以这会儿也并不显得突兀 没想到 刚到家坐下 男友就主动发来了消息 宝贝 怎么样 处理好了吗 看着消息 我思绪有些混乱 忍不住和以前对比 他什么时候对我这么伤心过呢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 好像并没有 我们感情顺利 但其实更多的是平淡 彼此之间都比较佛 相处之间都很注意分寸 对于对方的事情 我们偶尔会分享建议 但从不会干扰对方的决定 所以 他卖房没和我讲 我虽然不舒服 但是也没法做出什么 对他发脾气的事情 可现在 他过界了 连让我情绪稳定的作用都没了 这段感情是真的没有必要了的 我收了些心思 回复 不行了 还是得卖 为什么 我慢悠悠地拿了瓶酸奶 一边喝着 一边思索着回答 因为之前签了合同 我不懂那些 违约要赔付的资金太高了 不划算 有多高 男友的消息回复得很快 似乎专门等着和我聊天 微微思索 我回到 十万 怎么这么高 我当时想着 本来都打算卖了 所以对于违约金也没太注意 男友回到 可以不执行吗 不行咱就打官司 打官司可能也打不赢 而且律师费也不低 一般是以约定金额进行赔付的 我去问问 说完这句 男友的消息就消停了 我摊在沙发上 感觉有些累 脑袋却非常的清醒 最近的事情 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打转 晚上十二点 男友打来了电话 我看了看时间 关掉声音 没有接 可紧跟着 第二个第三个电话就打过来了 似乎有种不打到我接不罢休的架势 我好不容易有些迷糊的状态 彻底清醒了 接通电话 男友的声音传了过来 瞧瞧 我帮你咨询了一下 因为约定了违约赔偿金 所以胜诉的可能有点低 而且 律师费可能也要上万了 确实不划算 嗯 我低声硬着 不过 我这边正好有个朋友带我做投资 要不你也一起吧 男友又开口 不用了 我不会 也不想碰 现在十二点了 我困了 要睡觉了 哦 是 那你睡吧 说着 挂完电话 我确实又睡不着了 又过了两天 早上 男友打了电话来 宝贝 昨天我爸妈知道我卖了房子 把我狠狠骂了一顿 他们说我一点也不知道轻重 还骂我 哪有人结婚 没有自己的家的 我想了一夜 觉得他们说的对 我们好歹也要结婚了 以后大概率也会在这安定下来 不管怎么样 有个自己的房子 就等于有个给自己遮风避雨的家 我静静听着 嗯 两句表示我还在听 但没有搭话 男友喜气的声音响起 所以 我决定再去买个房子 你觉得怎么样 我挑了挑眉 敷衍道 挺好的 听到我的回答 男友 是吗 你也觉得好吗 那我们今天就去看看房吧 只不过 男友话音一转 只不过我了解了一下名法典 为了让你更有安全感一些 买房我们双方各出一半吧 这样 我们份额个占一半 万一以后 我们之间的关系真有个万一 也不会让你吃亏 没听见我的声音 男友再次询问 宝贝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很不好 于是我开口 我们分手吧 分手 男友的声音提高 透着一股不可思议 没等我回复 他气冲冲道 灵巧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这话直接给我气笑了 我甚至不明白 为什么我说分手 他想到的 不是这段关系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他做错了什么 而是我做错了什么 我喝了一声 决定把直球 袁绍 我去了锦绣小区八栋906 说到这 电话那头的 传来一道急促呼吸 我接着说 那个房子卖了 电话那头一阵放松的呼吸 然后笑着说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卖了吗 你还特意去看了 然后有些指责的开口 你什么时候这么疑神疑鬼了 我疑神疑鬼 就是我以前了解的太少了 才让自己陷入这种困境 如果我决定恋爱之前 就把双方的一切 全部开成不公的拿出东西 一点点弹开 怎么会有现在的局面 人在遇到一些事后 是真的会变的 就像以前 我崇尚成年人 看破不说破 好聚好散 而现在 我却选择直接打破砂锅 说到底 没有理会对方转移的话题 我继续开口 很巧合的 我遇到了新房主和老房主 无视对方突然消失的声音 我继续说着 房子不是你的 五秒后 对方怒气的声音传来 林巧 你查我 是 那房子确实不是我的 但是你以为我买不起房吗 而且我对你这么好 以为你是不同的 没想到你和其他女人一样物质 破房的男友 并没有让我觉得难以接受 这一刻 我居然感觉到 一丝诡异的解脱感 我点了点头 想到电话那头的 看不见又开口 嗯 我是物质 你不物质 所以我们不合适 被我的话噎住 好伴想 男友才开口 林巧 你不要开这种玩笑 我们只有半个月左右 就要结婚了 家里的亲戚都通知好了 现在你说分手 你让老人家的面子往哪放 说着说着 他仿佛底气渐深 轻笑一声 况且 你今年已经三十岁了 除了我 你还能嫁给谁 又能嫁个什么好人家 林巧 别闹了 别搞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况且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吗 不就是因为家里催婚 你需要结婚 我刚好出现了吗 再说了 我让你在你家里做足了面子 你还有什么不满的 见我没说话 他大概以为我已经被说服了 画了个语气哄着 宝贝 再说了 房子吗 咱又不是买不起 我刚刚不是说吗 我们俩一起买一个 这不就成了吗 不再跟他多说 静止挂断电话 男友的话扎心反感 却勾起了我的回忆 大学毕业不过一年 当初让我不要校园恋爱 毕业也要拼两年事业的妈妈 开始不经意地问我 有没有人追我 后来 眼瞅着25 6了 我还没有动静 我妈有些急了 让我对自己的人生大事 是多上点心 一晃28岁 我妈花式催婚 不断地给我安排相亲 我总想着结了婚 就好了吧 所以29岁那年 我认识了袁绍 和她谈起了恋爱 我有些发愁 和袁绍分手 就意味着我结婚的事 再次化为泡影 而且毕竟结婚已经人尽皆知 不结婚了我自己倒是无所谓 可却是把我爸妈放在火上烤 向公司请了两天假 我决定回家一趟 乔儿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之前不是说 要结婚前两天才回来的吗 到家的时候 爸妈正在做晚饭 看见我 他俩显得非常惊讶 可脸上透露的惊喜 却怎么也挡不住 看着他们 我有些不知道 怎么开口跟他们说 好在他们也没等我回答 我妈脸上扬着笑 吃饭了吗 肯定还没有吧 我多煮点饭啊 等会让你爸给你炒几个你爱吃的 嗯 好 我点了点 放下东西 已在厨房门口 看他们忙碌 两人之间分工合作 一举一动之间 透露出的都是熟人和配合默契 我不禁在想 关系处到最后 所有人都会成为亲密亲切的合作伙伴吗 恍然间 我并没有注意 都父母之间交换的眼神 饭桌上 爸妈不停地给我夹菜 说我在外面都瘦了 让我多吃点 饭后 我妈把我爸撵到厨房去洗碗 拉着我在沙发上坐下 随即厨房传来轻微的水流声 听这声音 我都猜到我爸在偷听 他平时为了不浪费水 都是一次接一盆 才不会一直留着水洗碗 我妈主动开口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和袁绍吵架了 我抿了抿唇 任命般开口 我和他分手了 我妈握住我的手一顿 缓了缓才开口 是有什么事吗 袁绍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他压根就没有房子 他那房子是假的 不仅如此 前段时间他还告诉我说 他的房子卖了 是我去看了看 才偶然发现的 我低着头 概括着 等着他们的训斥 我妈想了想 虽然我们也并不是 非要找一个有房的人才行 可是他骗人 这首先就是他的不对 相处一年了 没有主动和你坦白 还等着你自己去发现 这不妥妥 就是骗婚吗 我的天哪 这也就是你发现了 没发现的话 谁会知道他心机这么重啊 再说了 为什么要骗人自己有房子 营造出有房的现象 又是为了什么目的 天哪天哪 我都不敢深想 我妈声音越抬越高 从语调里 都能听出来她的吃惊 听到我妈的话 提着的心放下来大扮 什么 那个臭小子 居然是个骗子 我爸厨房水也没关 静止冲了出来 分 分得好 我爸的话 让我的心瞬间落地 一时之间 眼泪竟也不自觉地滴落下来 别哭别哭 两人忙着给我递纸巾 一边递还一边骂 这都什么人啊 这 这个时候发现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抬起被擦得红彤彤的脸 可是通知了亲朋好友 喝喜酒怎么办 我妈一巴掌拍在我的肩膀上 嘿 这时候还考虑什么喜酒啊 暂缓送了份子钱 少了别人大出血 他们可偷了乐吧 就是就是 我爸附和道 扑痴 听到他们的话 我一下子就笑出声来 爸妈对视一眼 不着痕迹地松了一口气 过了会 我妈才开口 乔儿啊 其实你们分了也好 我看你这一年啊 哪有什么谈恋爱的甜蜜欢快啊 哎 说着叹了口气 我常常和你爸说 是不是我把你逼得太紧了些 才让你勉勉强强找着男人凑合 想找你谈谈吧 又觉得自己也没脸说 看你对婚姻这种听之认知的态度 我难过呀 乔儿啊 分了好 分了以后 遇到自己喜欢的再谈 我和你爸 虽然是希望你早点成家 结婚生子 但我们更加不希望你过得不开心 万一以后离婚 孩子也遭罪呀 我妈将我掉落在眼前的发柳 别到耳朵后面 继续开口 我们呢 还是希望你以后能过得幸福 找个你喜欢也喜欢你的人 两个人不用多轰轰烈烈 温馨平淡地相伴到老 嗯嗯 我爸在旁边附和着点头 爸爸 妈妈 我一头扎进我妈的怀里 哭得稀里哗啦 成年人的情绪来得快 过得也快 哭了没一会儿 我就感觉自己这么大个人了 在爸妈面前哭得好尴尬 磨磨蹭蹭地抬起头 就看见我爸抬着双臂 眼睛眨呀眨的 似乎没反应过来 我疑惑发问 爸 你抬着手干嘛 我爸这才突然回神 眼神飘忽了一下 这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突然跳脚 我的水 我的水费 说着 就赶紧冲进了厨房 哎呀呀 我的水费 浪费了浪费了 都是钱呢 都可以给宝宝买个烧鸡了 在家睡了一晚 再吃了个中饭 就要赶车回工作地了 我妈拉着我的手叮嘱 乔儿 你只管好好工作就是了 亲朋好友 我们会通知好的 不过 你自己在外面 要小心一点啊 袁绍这人 平时我们也不太了解 再加上连房子这个事情 都会骗人 难保他的性格不是假装的 他又知道你的住处 你一个人在外面 真的要小心啊 听了我妈的话 或是真的觉得 他说的对 袁绍这人 通过这几天的事情 才发现 他并不是我以为的 温和有理的模样 再说 他还有我家的密码 要是真怎么样 以我的力量 我是没有胜算的 于是我直接联系了中介 让他们把我的房挂出去 好在 这个房是我之前 小小发财了一笔买下来的 这些年 手上一点点存了些余款 卖了现在的房子之后 正好可以凑凑 买个更喜欢的楼盘 而我 披着行李去了酒店 第二天 袁绍在公司门口拦住了我 林巧 你昨晚去哪里了 我在你家里等了一夜 你也没回来 他的声音很大 慢慢的脚步 我皱了皱眉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凭什么不经过我的允许 就进我家 哼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是你老公 我抬手制止 打住 我们既没有办婚礼 也没有领证 你是哪门子老公 况且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们的关系 顶多是前女友前男友的关系 分手 袁绍不屑地挑眉笑了一声 我同意了吗 我没同意 就是没分手 我盯着袁绍的眼睛 看着他脸上完全不再掩饰的无赖 再一次重新认识这个人 我平静地开口 分手是通知 不是询问 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通知你 我们已经分手了 大概是件没有调起一个我的情绪 他在开口时充满了气氛 所以你就这么误知吗 我不过是说买房子 我们各出一半 你就要和我分手 半点不顾及半个月后 就是我们的婚礼吗 他可真会说话 这个时候了 还不忘在避重旧亲历人设 我轻笑了一声 大声开口 描定目标 没房的人营造有房人设 他被拆穿 又骗我说自己把房卖了 最后告诉我 结婚没房就是没家 让我和你一起 五五分买一个新房 袁绍 你是把人都当成傻子吗 还是你觉得 女人都是重感情的 只要结了婚 一切都悠是好说的 又或者说 如果不是房主决定卖房 其实你租一辈子 装一辈子也是没问题的 我 袁绍的眼睛眨了眨 我还不是因为太喜欢你了吗 要不是有房这个条件 你这么挑剔一个人 会看上我吗 像是越说越起劲 他强调 况且 我们完全可以将之前的事情 一笔勾销 现在我们又不是买不起房 你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见大家都拉长了耳朵 光明正大的偷听 我再度开口 我有说过 我要找个有房的吗 况且 原来你也知道 你自己除了一个假的有房人设 是真的没有别的魅力呀 谈个恋爱而已 还要假装人设 你不累吗 袁绍脸色极度变换 我一度以为他要动手打人 却见他转身走了 中介很快通知我的房友人看上了 需要上门看看房 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定下来 约好后 我和中介 带着一对小情侣一起去我家 一开门 一股浓厚的烟味和难闻的气味袭来 沙发茶几上和客厅地上 摆着好多外卖盒 烟头和酒瓶 小情侣进门的脚步一顿 我连忙道歉 顺便解释 抱歉抱歉 这个房之所以要卖 就是因为我的前任一直要骚扰我 这几天我都不敢回家 不知道他把我家搞成了这样 不过你们放心 这个门锁是可以换的 我只是不敢一个人上门 所以才没来换 你们可以看看其他地方 除了这里乱了些 被这个场面劝退的 两人在各处转了转 设施水电 检查了一下家具 点了点头 姐姐我们觉得还可以 就是看你能不能优惠一点点 我想了想 房子放在这里 我也是不敢住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眼瞅着买房的小情侣也很和气 于是我笑了笑 少两万吧 多的我也是优惠不了了 听到我的话 两人脸上一出显而易见的惊喜 那谢谢姐姐了 您看什么时候可以签合同 现在就可以的 我也笑起来 合同走得很快 毕竟这个房子位置价格都很优惠 他们大概是怕我反悔 签合同走程序都很积极 很快的 房款就全部到了我手上 这个承载着我努力工作买房的记忆 正式成为了曾经 袁绍的骚扰断断续续 却从未停止 黑名单里全是他打来的电话 和发来的短信 短信里 他时而骂得极其难听 时而不停忏悔 时而说自己努力过 现在要放下了 直到那天买房的小情侣 给我发来消息 说他们搬进去的那天 门外传来了 砰砰砰的砸门声 他们隔着门喊话 才知道那个人是我的前任 于是他们告诉他 房子已经被他们买了 要是不幸可以问物业 但是再来骚扰他们 就要报警 人才走的 我感谢了对方几句 果然第二天 在公司门下再次见到了袁绍 他依旧打扮得光鲜亮丽 拦在我面前 神色温柔 宝贝 我去买个房就是了 我们结婚吧 我后退一步 摇了摇头 不了 他急急忙忙跟进一步 宝贝 我们的问题 不就是一个房吗 我去买一个就是了 就让这个事情过去吧 好不好 看着他进 我就在退 盯着他的眼睛 袁绍 你那么聪明 知道根源是欺骗 不是房子 对我看得眼神一闪 袁绍再度说道 虽然我之前是不对 但是我是爱你的呀 要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把自己搞得这么卑微 灵巧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我爸妈都很满意你 跟谁谈恋爱不是谈 跟谁结婚不是结婚 车房前谁不是慢慢拥有的 以后再遇到的人 比我更差呢 我晃晃手机 再度一退 保持安全距离 再骚扰我 再次走了 再度见到袁绍 是在曾经那个 给我们介绍的 供友喊吃饭的饭桌上 刚走进包厢 就见到他俩坐在那聊天 见到我 两人自然的打招呼 来了呀 快坐 我直接扭头就走 打算之后 给供友打电话解释一下 两人却追了出来 供友拦住我 哎呀 灵巧 你这是怎么了吗 我都听袁绍说了 都是一些小问题 谈开就好了吗 我不可思议的 抬头看了供友一眼 无法想象 这是了解了事情之后的朋友说的话 小问题 我气笑了 从头到尾都是骗人 也是小问题 供友瞥了袁绍一眼 然后才叹着气说道 我也已经骂过他了 但是他现在也已经买了房了 算是找不到位了 看待他这么舍不下你的份上 你就再考虑考虑吧 我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袁绍 当着食客和服务员的面 我开口 你知道我之前自己也是有房子的 你难道也觉得 我在意的是有没有房子吗 供友还想开口 我又再次说道 况且最开始 袁绍到底怎么会看到我 又怎么会看到我的朋友圈的呢 是你把我 把我们这些女生 当做资源 向他们炫耀了吧 见供友眼神闪了闪 我心良力解 你把我暴露在了有些人的眼里 我原本也并没有想要怎么样 可你现在这些劝我的话 大概是忘记了 自己不只是袁绍的朋友 还是我灵巧的朋友 我不要求你和我共情 只求你别插手 别帮他对付我 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要求 也是难为你了吗 还有你 我转头看向袁绍 你是真的想进警局吗 说完 我脸下神色 转身离开 身后传来拉拉扯扯的声音 共有低声道 算了算了 女朋友多的是 再介绍就是了 你现在也真的买房了 不怕找不到的 这个就这样吧 袁绍还是会偶尔多发消息 打电话 不过毫无例外 都在黑名单里 有时候他会借着别人的手机 打来电话 当然听到他的声音 我就直接挂了 短信里的骚扰 有时候会说自己已经恋爱了 女朋友知书达理 小鸟一人 两人已经同居了 有时候也会问我 找到更合适的人没有 有时候还会说 当初要不是我无理取闹 我们早就拥有了美满人生 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 真的很影响心情 有时候会恼恨 为什么已经进了黑名单的号码 还能把短信发进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 好长时间不联系的共有 给我发了消息 说他和袁绍关系 已经大不如前了 还告诉我 袁绍把自己搞成了失信户 原来 他后来买的房子 是和很多朋友借款 还有贷款凑上的 他和大家承诺 只要和我结了婚 他就可以马上还钱 不知道是他对于房子的执念太深 还是始终认为我不同意复合 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房子 可是我没有和他结婚 后来找的对象也都没有成功 靠他自己一个人的钱 根本周转不过来 还听说他遇到有点钱的女朋友 就告诉别人这是他买的房 可有钱的女朋友 根本看不上他的房 和他玩玩而已 后来没办法了 他就去找不那么有钱的女朋友 有钱花 但是买不起房的那种 他就带着女生租自己的房 然后收女生的租金 也不知道怎么的 反正最后都没成 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借朋友的钱一直还不上 女朋友却是换了一个又一个 朋友感觉不对劲 把他告了 可告了 他的房不仅是他自己的 还是银行贷款的 也没法转户主 反正闹来闹去 袁绍把自己整破产了 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找了个富婆 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 不过就这两年的时间而已 可现在听到袁绍的事 就像在听一个故事 我笑了笑 没发表什么评论 只说了句 是吗 我没关注他的事 然后不再和共有多说 和不来的人 做个点头之交就够了 没必要再标榜成朋友 公司组建分公司人马的时候 我主动报了名 有人问我 你是不是怕在这个城市 再遇到袁绍 我晃了晃头 让连日加班处理交接工作的脑子 稍稍恢复清明 仔细想了想 然后才开口 说实话 多多少少也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吧 毕竟想起来还是会隔影 不过 更多的原因其实是 我想换个城市生活 毕竟现在还没有什么牵挂 可以说走就走 而且分公司虽然远些 但是现在过去也算是升职嘛 调任之前 我回了趟家 打算给他们一个惊喜 所以也没有提前说 到家时 我爸出去买菜去了 只有我妈在家 于是我俩洗了水果 在沙发上坐着聊天 不一会儿 门口传来开锁声 宝宝 我回来了 门刚打开 我爸热情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咦 宝宝 你在干什么 怎么今天没来门口接我 随着我爸碎碎念的说着 很快人就走过玄关 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瞥了一眼脸色通红的我妈 又看着在看到我之后 猛然顿住的我爸 挑了挑眉 哟 还哪个宝宝呢 刷了一下 两个人脸都红得像煮熟的瞎子 我爸咳了一声 强自镇定 你们都是我的宝宝 说完 假装镇定的提着东西进了厨房 没再出来 我妈在我旁边 像是有蚂蚁咬似的 坐不安稳 过了会就找了个借口 跟进了厨房 我微微调整了姿势 就见到我妈进厨房后 轻轻扭了牛我爸的腰间 惹得我爸撒娇地看向他 阳光透过窗子 撒在他们身上 两人年过半百的老人对视之间 仿佛冒出些粉红泡泡 有那么一刻 我好像看到了中年人的爱情 看着看着 我笑了起来 我想我是没有对爱情失望的 只是比起我妈妈21岁 遇到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而言 我的爱人来得晚一些而已 全文完感谢观看